那么让张国强都看傻眼的演技 到底有多神 拍《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八岁的张子峰还不识字 连台词都要别人告诉他要说什么 但大部分都是他临场发挥 地震过后被压在水泥板下 是他的一场重头戏 冯小刚实在不知道 应该怎么跟一个孩子讲 他濒临死亡 和他已经被母亲遗弃 于是什么也没说 只说了一句试试吧 在狭小的空间里 张子峰浑身被泥巴涂满 有些难以呼吸 恍惚间他听见妈妈的声音 就弟弟 当摄影机推到他脸上的时候 一颗绝望的眼泪正好滚下来 冯小刚一下子对这个孩子 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摄像机前强忍泪水 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我坐在那儿 我旁边有这么多工作人员 我实际上说我是不好意思哭的 我真的是忍不住 等我弄完了 我一看站在我旁边的 这工作人员 三分钟一样 眼泪全的 回家就对徐帆说 这孩子太有才了 男演回去的时候跟我说 这孩子太有才了 我说怎么着 他说他特别准确 而且就正好镜头 推到他那儿去的时候 他一动不动 那眼泪呱唧一下就掉下来了 他说他像有技术一样的 2009年张子峰被妈妈带到了冯小刚面前 冯小刚问他 什么是地震 只有九岁的他说 地震时会让很多人失去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让很多人无家可归 之前冯小刚找来的演员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回答的都是地震时的场景 什么房子倒塌 马路裂开等等 只有张子峰的描述 才让他觉得这才是地震 于是当即拍板定下了他来出演 拍摄的时候 环境十分艰苦 十月底的天气 需要穿着夏天的服装 还有淋雨的戏份 连大人都动得打哆嗦 唯一能保暖的 就是一条剧组发的毛毯 不过张子峰没有被吓跑 在剧组里大唱而歌 让剧组的很多怨声再道的大人 都自愧不如 被压在废墟塑料板下 整整五六个小时 别人问他疼吗 他只是害羞地说 疼 但是疼也得坚持 就这样 如今十多年过去 他依旧是我们心目中的国民妹妹 在不少人的眼中 他天生就是做演员的人 甚至被誉为天才少女 但不管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张子峰能走到今天 天赋是一部分 努力也是一部分 重要的不是机会 而是为他创造机会的人 从牙牙学语开始 张子峰就有着一个演员梦 从小就喜欢 看着电视里的人物 比划动作和手势 连眼神都学得入目三分 还得一洋洋地给妈妈说 这是学演戏呢 把身边的大人 斗得前仰后合 父母都是河南三门侠的 普通员工 虽然不是什么 大富大贵的人家 但父母却对他十分宠爱 尽力帮他满足所有梦想 但同时 心里也有个 妄女成凤的愿望 和现在的很多家长一样 张子峰的妈妈 开始带着女儿 她就要好好利用这份热爱 作为母亲 她的目标很明确 她想让张子峰 从一个童心做起 早早地接受表演 三四岁的时候 家乡河南举办了 一档少儿节目 由本地的演员 魏晨飞担任评委 看着可爱的张子峰 表演完毕后 她热情地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 你们家孩子 放在河南太可惜了 如果有机会 你到北京 给我打电话 没地方住的话 就在我们家住 就这样在这一席话的影响下 张妈妈下定了决心 在问过张子峰的想法后 她义无反顾地 辞掉了文员的工作 带着只有五岁的张子峰 开启了艰难的北漂生活 母女俩从拍广告开始 然后一个一个 剧组地寻找世纪的机会 刚到北京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 母女俩所有的开销 都需要在河南的爸爸 打工挣钱来维持 但北京的物价 和河南的收入相比来说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时候为了省钱 他们就借助在 不太熟悉的亲戚朋友家里 但寄人篱下更是难过 有时候主人家有客人来 母女俩为了不惹人讨厌 识相地出门找地方待着 直到客人走了他们 才能回去 多年后 张子峰回想起当时的心情 依然心有余悸 就像老鼠见了猫 有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感觉 不过虽然吃了很多苦 但是也收获了很多经验 学会了很多东西 一段时间后 张妈妈想着 不如就放弃吧 孩子还那么小 她以后的人生 应该自己做主 现在在北京这么累真事 有点难为子峰了 但是 就在母女俩准备回老家的时候 一个豆浆机的广告留下了他们 这个广告 不仅解决了母女俩的温饱问题 也让张子峰成功迈进了 表演界的大门 2008年 张子峰连续拍摄了几个广告后 深受广告商的喜欢 因为和同龄的小朋友比起来 张子峰的表现力 不是一般的好 她迅速成长为了 小有名气的广告童星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张子峰的表演之路 迎来了转折点 苦熬了几年 张子峰和母亲的努力 不算白费 一步 电脑娃娃 让小子峰成功转型 从一个广告童星 变成了一名演艺童星 也为不久之后 遇见冯小刚打下了基础 在2012年的百花奖颁奖典礼上 12岁的张子峰和胡哥 一起竞争最佳新人奖 最后 张子峰站在了领奖台上 开口第一句话是 谢谢胡哥哥哥把奖让给我 结果 台下的胡哥笑着说 因为有着极强的信念感和共情能力 冯小刚每每与他合作都欣赏地说 他眼睛里有戏 我敢给他特写 都能打动观众 后来张子峰被华裔签下 成为旗下年龄最小的第一百位艺人 在后台接受采访的时候 张子峰一脸淡然 语气稚嫩地说 也许这就是大家口中的老天爷喂饭吃 成名后的张子峰片约不断 成了各个导演争抢的对象 在唐山大地震里认识的爸爸张国强 还推荐他参演了电视剧 顾乐家的幸福生活 另外 我的父亲是板凳 也因为他的方登 力邀他来出演剧中的重要角色 他才得以和一众实力派合作演戏 桃红和徐征夫妇 作为资深演员 夫妻俩都非常欣赏张子峰 两人多次在公众场合 毫不掩饰地对他进行夸赞 我不知道这个小朋友是从哪里来的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艺术家 唯一是中国最好的电影人之一 桃红也感叹道 他是很认真的那种孩子 回回不低眼药水 就连王宝强也对张子峰偏爱有加 也许是因为相同的出身 王宝强一有好角色就会想到他 也是在他的推荐之下 张子峰才有机会饰演 航人接探案 李的思诺一脚 并贡献了片尾惊艳观众的那英语一笑 那一年张子峰只有14岁 一个笑容成了整部影片的神来之笔 如今张子峰已经长大成人 渐渐成为了观众们心目当中的初恋女神 和实力派小花 虽然在2019年时 他才刚刚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不久 但他已经出道整整15年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张子峰也能成为我们心目当中的超级影后 在影视圈里一起绝尘